这是以空板模拟整个生板机的工作流程 每当进两层板或者说是两层带有七块的板之后 生板机向上提升一次 这个需要客户的前传缝 与我们的机械有个联动 就是当我们的生板机上升的过程中 客户的前传缝不要动转 否则就会造成人为的工作事故 现在是自动的生产流传 不是除了上百是人工 其他的全部是全自动的 每次产臂的提升位置呢 要比就是停止位置 要比其实传缝链条低 4-5公分方便拖板传送进咱们的生板机空间内 客户的前传缝必须要看见脚铁导向架 比方便咱们七块进咱们生板机的时候 位置一致 这已经传送了五层 这是价面最后一层 当六层七块都动进生板机空间之后 生板机继续提升 生板摆的下部空间离连条的下面距离约十公分 此时呢 接转车带动咱们周转车架进入生板机内部 生板机产臂下降 将拖板放置到接转车周转车架上 接转车带动周转车架后退 这时感应到线位开关之后 生板机升降架开始下降 当接转车带动周转车架退到接转车的最后面之后 这时呢 理论实际上呢 每个拖板上面已经带有咱们生产完毕的七块 这时呢 有需要插车过来将咱们的接转架调走 再将另外一个控制的接转架放置到咱们的接转小车上面 此时呢 此时呢 咱们生板机的链条以及咱们专机的前传送 继续工作 然后呢 如此循环 就是实现了每一个的工作流程 每个流程呢 都是一样